左侧上核囊肿严重吗?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锦阳,陕西省人民医院,耳鼻咽喉头颈外科,副主任医师。 上核痘囊肿是发生在上核痘的一个黏膜的囊肿, 它表面是囊皮,内有囊液,左侧和右侧没有任何区别, 都均易发生上核痘囊肿。 上核痘囊肿一般较小是没有任何症状的, 患者都是在做CT或磁工症中偶尔发现的。 如果患者有症状,比如说底塞,流,黄水,T,面部有胀满感, 经过CT检查,发现是上核痘囊肿, 我们建议它还是尽早手术, 术后可以使用一些药物来使这个病达到痊愈。 它可以行鼻痘开放术,比如说上核痘的开放术, 可以均痘口将囊肿取出,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微创的手术, 在外是没有任何切口的。 主要是第一个,是这个患者的抵抗力比较弱, 它容易感冒,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, 是容易得上核痘囊肿。 二是鼻腔结构的异常, 比如说鼻中隔偏曲, 鼻甲肥大, 这些是比较容易得上核痘囊肿的。